他身家已达10亿,90年代做虎头奔,现如今出行却是做大众桑塔纳,低调至极。 现如今明星都高调炫富,马沙拉蒂,爱马仕,低调的明星艺人越来越少,很难找到一个。 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讲吴振宇,低调环保书行,给他一个大大的赞。 《古惑仔》系列是当年最火的电影,影响了一代人,剧中的演员如今也大多功成名就,比如饰演静坤的吴振宇。 身为反派专业户,吴振宇这些年拍了不少电影,再加上出演了综艺节目,人体飙升,如今身家已达10亿。 电影里的静坤霸道无比,而当年现实中的吴振宇也很霸气,90年代时作驾是大名鼎鼎的虎头奔,当年中国最豪华的作驾之一。 许多明星在有钱之后,作驾就会越换越好,但吴振宇却是个例外,他的作驾反而越来越低调了,虎头奔换成了宝马X5,虽然豪华程度降低了,但运动性也随之增强。 每位人香港明星都会购买保姆车,而丰田埃尔法无疑是最受欢迎的,吴振宇也不例外地买了一台,不管是外出拍戏还是参加活动,丰田埃尔法都足够用了。 为了适合家用,吴振宇又买了台奥迪A6旅行车,这样和家人外出游玩时,就可以装下很多行李。 上了年纪之后,吴振宇的迹形开始越来越差,曾经在停车场里找不到自己的车,还找来数名记者帮忙,结果众人找了接近一个小时,吴振宇才想起车子停在了隔壁广场上,并不在地库里。 因为主要经历集中在香港,所以吴振宇在内地的座驾并不豪华。 当初出入北京某骗场时,他的座驾仅为一台大众桑塔纳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已经落魄到只能开桑塔纳的境地了。 吴振宇出身于第十一期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,1982年,并成为该台南议员,当年同期毕业的还有梁朝伟,周星驰,李子雄,欧阳振华等人。 在出道首几年,他都只是于无线电视,TVB,的连续剧里担任好龙套的小角色。 直到1980年代中开始,演出才开始增多。 自1985年开始,吴振宇经常苍演大量无线剧集,以饰演反派角色为主,如《生命之旅》的杜浪仙,盖世豪侠的《段玉楼》更是其中的代表作。 1990年初出演电视剧《辉王》,饰演了一个崇勤众义,为情义而死的第二男主角陈浩。 其后他亦演出过《公司三门志》和《卡拉乌奇》等处境电视剧,令他逐步脱离反派角色的定型。 1992年,结束了与吴振宇的八年合约,吴振宇决定彻底投身电影圈。 吴振宇的妻子王丽萍原为新加坡模特,1971年生,曾因参加新传媒主办的第二届《才花恒》一出新秀而进深演艺圈。 1998年,吴振宇与王丽萍在香港一见钟情,在南方的猛烈追求下,这段与国情缘迅速发展。 热恋四年后,吴振宇终于求婚成功。 吴振宇的分战是浪漫,2001年夏威夷举办浪漫海边婚礼,2002年底在泰国举办婚礼。 2008年两人诞下儿子Fanman。 吴振宇,本名吴振强,香港实力派男演员,曾获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 三度获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。 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子金奖最佳男配角。 四度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,一次获得最佳男配角。